终结曾接获16次的事情 却只问台电是否跳电 没有直接询问风乐站的状况 现在当下行控中心内部的影像也曝光 事发时 值班人员居然只有三个人在场 对比随车人员首到最后一刻 行控中心却没有全员到齐 终结再度引发质疑 终结最新画面曝光 凋毙砸落的第一时间 没想到弱大的行控中心 居然只有三个人在场 根本hold不住这重大意外 还原当时终结内外影像 调兵在12点27分04秒杂落 这时行控中心就只有三个人 五秒后他们才疑似精绝异常 跑起来动起来处理 同一时间列车则是有民众陆续进出 而月台站务员也开始拿无线电回报 紧接着12点27分18秒 站务员小跑步向前 行控中心则多了两人匆匆回座位 一直到12点27分45秒 列车撞击调兵为止 行控中心都还维持在五人 两人打电话其余盯荧幕 在没人阻止的现场 列车则如同链鱼般 乘客往后逃 却被甩向前滚地 7秒后12点27分52秒 行控中心才又多了两人 姗姗来迟 当时是三名人员有前往用餐 终结强调用餐区有无线电监听 人员均有立即返回处理 注意的地方会有可能不够 而无线电通连一文也曝光 反复出现16次告警讯息 但终结却疑似只抠台电 狂问有无跳电 而没有直接询问出事的风乐站 发生什么事 措施救命良机 只顾着处理电力的 并没有去通知车站 再来越台墙门外管制区 有一个紧急断电箱 尽管终结成亲断电箱 不等于紧急停车钮 同样被质疑有疏漏 一死时伤 就责连环报 逐渐评凑真相 记者刘宾王世函台中